迅销进台北农产公司 在这个月初 摊伤和进出的人员 都要持阴性的证明 才可以入场 不过有摊伤的女友爆料 自己的男友确诊了 男友的妹妹 女儿也都中招 竟然没有通报 而且还拿别人的阴性证明来入场 还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对此北农回应会再进一步了解 是否有拿别人的阴性证明的情况发生 有需要会向卫生局进行告发 北农市场摊伤 日前要持快筛阴性证明才能入场 现在却爆出摊伤阳性 却故意隐匿疫情 一位摊伤的女友爆料 自己4月30号确诊 男友快筛阳性随后才坦诚 也在北农工作的 妹妹和妹妹的女儿 30号染疫至今都未通报 还拿他人的阴性证明入场 疫情乱象频传 不知北农有一次隐匿确诊的事件 台北市一位民众向网络媒体投诉 4月29号确诊 收到的居隔通知书 却写4月29到5月29 要整整隔离一个月的时间 打给健康中心却求助无门 那不要吃饭啦 我家人都不用吃饭 好无奈喔 那饿死啊 下都那个各管各的 然后各讲各的 北市卫生局回应该笔资料 是人工输入点选日期错误 以更正隔离日期为4月29到5月9号 确诊人数天天破万 地方卫生局根本忙不过来 乱向一桩又一桩让人民很无奈 这样是曹真人台北采访不到 也 老眼数很无奈 来乱向一桩 做 wykor